细看历史见网之来,大名熬流时海挖掘逆心,上世纪二十年代赫赫有名的流氓头子黄金融,门声多达上莫人所到之处,前呼后拥何等威风何等气派,他利用手中的权势和众多的徒子徒孙,垄断上海滩的所有暴力行业,在很短的时间段内,迅速积累了巨额的财富,一时间,甚至能够左右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局势。 所以外地人来上海贪做生意,首先都得到他那里拜个码头,可以说在上海是赤诈风云一手遮天,可是黄金融这魔牛,为什么后来会被自己的徒弟杜月笙给踩在脚下,并且自降身份于杜月笙称兄道弟呢? 这种从师徒到兄弟的混乱称呼,在古今中外都是少有的奇葩,这其中的原因有两个方面,一个是因为杜月笙有手腕,一个是黄金融自作自受。 先说第一个方面,当年杜月笙之所以能进入黄金融的门下病,且得到重用。 多亏了一个人,谁呢? 黄金融的夫人林贵笙,那时杜月笙还只是个小赤佬,但是此人聪明伶俐,情商颇高。 从眨眼皱眉之间,他都能猜到林贵笙心里在想什么,头脑相当灵光,手脚也很勤快,开比当年前龙皇帝面前的和珅。 所以林贵笙就决定对他进行一次特殊的人生考验,想看看他到底可不可以唯以重任。 一次,林贵笙带助杜月笙到自家的赌场,先暗中帮他赢了两千块钱,不晓得一笔钱,然后就悄悄离开了,想观察他将如何处理这笔钱。 如果他拿这两千块钱继续烂赌,那他充其量就是个小混混,如果他把这些钱拿去至半家产,就说明他不适合我们这个行当。 结果出乎林贵笙的意料,杜月笙既没有继续烂赌,也没有至半家产,而是拿这笔钱先还清了欠债,然后将圣爷的部分分给了昔日的那些穷哥门儿,收买人情。 林贵笙得之后,告诉黄金荣,杜月笙一定是我们日后最得力的帮手,乌世黄金荣开,时把杜月笙当作新妇来栽培。 从此,杜月笙跟师父学会了不少会计江湖的本领,日渐显露出他的财干。 在黄公馆的地位,也是越来越高。 杜月笙善乌浓落人心,他不但会赚钱,更会花钱。 他的口头禅就是存钱不如存友情。 台散人具就这样,越来越多的人,投奔到杜月笙的门下,随着杜月笙势力的增长。 他的野心也在膨胀,有道是一山难容二虎,乌世杜月笙就偷偷的将枪口转向了师父黄金荣。 目标就是代替师父成为上海滩的老大,那他是怎么越居师父之上的呢? 这就得说到第二个方面的原因了。 当时,在他们二人之间出现过一个重要的人物。 这个人先找到了黄金荣,让他帮忙对付共党,黄金荣没有答应,此人就又找到了杜月笙。 杜月笙却求之不得,帮助这个人杀害了不少共产党员,随后就在此人的帮助下。 杜月笙的实力慢慢超过了他的师父黄金荣。 这个人是谁您知道了吗? 猜猜吧,实力已经有了。 但是怎么说黄金荣都是师父,自己根本就不能威胁到他的地位。 杜月笙缺少的是一个机会,说来也巧,历史总是存在许多的偶然,机会说来就来了。 一个顺水推舟,就把黄金荣拉下了神坛。 在黄金荣的戏园子里有个女演员叫陆兰春,此女纯红齿白,亭亭玉立,既是美女又是凝绝,垂涎的人自然就多。 除了黄金荣之外,时任浙江都金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也是其中一位。 有一次在陆兰春演出的时候,坐在前排的卢小嘉喝采不断,黄金荣拉里受得了,立刻叫几个保镖冲进卢小嘉的包厢,把卢公子一顿胖揍,扔出了门外。 堂堂浙江都金的儿子哪里受过这种气?果然,两天之后,正在温柔乡里的黄金荣被人用枪口止住,受到了惨痛的教训,而后直接带走。 关押在地牢里,受尽折磨,林贵生就赶紧找到杜月生,商量对策。 杜月生,二话没说,决定单刀附会。 呵呵,你可别认为杜月生,像关于长衣样一帮云天。 其实他心,礼巴不得黄金荣就此倒台呢? 之所以这么做,是因为天下人都知道他是黄金荣的徒弟。 如果见死不救,一定会被人看不起,主要还是为了自己的名声。 见到了卢小嘉,杜月生直奔主题,家师有眼不识泰山,得罪了卢公子,希望高抬贵手。 卢小嘉也很爽快,提出三个条件,答应了立刻放人。 哪三个条件呢? 第一,让路蓝春,陪卢小嘉三天。 第二,让那些打我的宝,标上门来,每人磕三个想投。 第三,在上海的所有报纸上刊登。 一则消息,黄金荣请卢小嘉饶命。 杜月生一听,这名百注是在刁南马。 黄金荣,那可是雄霸一方的大佬。 如果答应了这些条件,师徒以后如何在上海贪会呢? 如果不答应对方也不是好惹的,师父黄金荣就出不来,自己也丢人。 这样的事,隔水身上都挺难办的,但是杜月生就把这事办得漂亮。 要不怎么说杜月生情商高呢? 杜月生眉头一动,提出了三个新条件。 第一,给卢小嘉物色一位国色天香的美女。 第二,与那些保镖交个朋友,以后有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,可以互相照应。 第三,单报的消息改成杜月生成要卢公子赴宴,黄金荣敬酒三杯。 卢小嘉一番思索,觉得杜月生说的不无道理,就答应了这三个新条件。 短短时间内,杜月生就把咄咄逼人的尴尬场面化解为一团和气,可见他杜月生的脑子是何等的聪明。 就这样,受尽折磨的黄金荣中,乌众见天日。 但是经此一世,他已经元气大伤,可是黄金荣还不思悔改。 为了戏子路兰春改,走了夫人林贵生。 短短两年的时间内,路兰春卷走了黄金荣的全部财产。 黄金荣面对是利益津津,非西比的徒弟杜月生也毫无办法,只能主动焚烧掉当年杜月生的半师帖。 从此于知以兄弟相称文读中欲。 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? 记得评论广发分享,细说历史我们下回分享。